在最新公事的湖南省首届创新奖拟表彰名单中 三一重工研发的全球首款风电专用起重机榜上有名 这种起重机目前已经销售18台创收4.5亿元 风电起重机专门用于风电设备的安装 车身上的巨大机械臂最大起重量可达105吨 相当于能够一次性吊起70辆小轿车 起升高度可达95米 采用风电起重机两天可以完成一台风机的组装 而过去是用普通吊装机至少需要四五天时间 我们这个起重机有一套吊臂可以在90度的状态下进行作业 可以在30×30米的工作平台下进行风机的施工吊装 现场吊装作业时驾驶员只需按动起重机的按钮 风电机头缓缓升起上升到一定高度后 起重机精准地将机头与塔筒扣合在一起 安装工人将螺栓逐个穿上 用液压扳手紧固好 一台风力发电机的安装就可以完成 目前这种风电起重机已运用于云南贵州甘肃等 八省份的风电厂作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